字幕提供 你现在听的是神汪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 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網上编辑部正向暴沙热器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现在说一下 在国内存得很厉害的 我看过很多次 一篇文章就是说 说 共和第一银行 被Fulton Financial 收购了之后 Republic First 的存户 就拿不回钱 我一定要说 其实没有这样的事 还要说到 是特意针对 中国人存户 因为中国人存钱比较多 就拿不回钱 其实之前 直谷银行倒下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这些传闻了 真的有这些传闻 真的有这些传闻 不是没有这些传闻的 因为直谷里面 很多都是 中国人存款的 因为在直谷里面做的 很多都是中国人 这间银行倒下的时候 就影响了很多中国人 搞到他们拿不回钱 最初是这样存的 但实际上 直谷那宗 是美国政府拿了钱 把存户的钱 给回到存户 这是事实来的 所以造假的人 或者说 在美国 中国人的存款很危险 现在放在银行也拿不回 这些是假的 这些信息 我传的人 我觉得很弱智 因为有些人做很大生意 其实都要传这些东西 我看到当然觉得 你怎么搞的 连这些东西你都敢传的 你根本都不去求证 你就乱传 做这些东西太可惡了 这些人是 这些SYT 他就说 其实每一项的产品 都有市场定位的 Bose 名声是大 但是 怎么也打不进顶级Hi-Fi 的行列 他们做Mask Market 大家的市场定位不同 其实是 我村委书记的父亲说 有电池保护机制 一般快充都是10%到80% 是的 有快充机制 但是有保护机制 但是始终高电压 是会影响电池寿命的 有网友说 不是 不关电压事 是关电流事 两样都有关系 你用高电流去充 它又会短一点的寿命 你用高电压去充 它的寿命也是会短 这个就是现实的问题 这个就是现实 真的 不是开玩笑 回来说那间银行 就是银行 被另外一间银行收购的时候 存户的钱都会消失 这种说法 老实实是乱说的 在国内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是乱说的 之前在美国 试过几间银行倒闭 2023年的时候 有几间银行倒闭 但是 他们那些存户 全部都拿回钱 无论你存款在银行有多大 你都会拿回钱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美国政府也怕 那些人没有信心 所以 看第一间银行的时候 就是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最初那间银行出事的时候 他就是拿了钱出来救他 不过之后看到这个方法不行 就用了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 要那间大银行去吃了那间小银行 用大银行去吃小银行的方法 不仅是美国佬是这样做的 瑞士也是这样做的 瑞士就是用瑞银去吃了瑞信 瑞银那些存户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瑞信那些存户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真正有影响的是什么人? 真正有影响的是瑞信的股东 那些人是蝕到糟糕 事实在每一次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 大银行吃西银行 大银行是有好处 西银行的股东是输得糟糕 存户是不受影响 这些东西已经是惯例 已经是成例 这些说法 这些说 人们拿不回钱的那些说法 其实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内地的自媒体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整套东西是怎么运作的 他们就说 这是针对中国人 因为在内地 你传的东西 在海外的华人 被人针对 那些新闻很喜欢看的 海外的唐人被人针对 他说是有钱的 传在美国 你不传在中国 传在美国 你就是糟糕的 被人针对 那些钱都拿不回 这个不是事实 就是Republic First 他收购了 不是 他不是收购了 他被Fulton Financial 收购了 Republic First Republic First 的存户 那些钱是不受影响的 政府也不用拿钱出来救 为什么? 因为 Fulton Financial 他买了 Republic First 的时候 他用很便宜的价钱 实际上 蝕钱就是 Republic First 的股东 那些股东 基本上是归零 差不多是归零 他不是完全是零的 他差不多是归零的 但是存户是什么事都没有 其实就是 Doser 就说 美国银行 存户保障机制比香港更好 其实他们现在都不会用 这个存户保障机制的 为什么会不用呢? 因为没有需要 他们想了另外一条绝招 就是要你的股东收购 其实这样是对的 你股东收购 另外一间银行收购 他另外收购的银行 就整个数据处理了一个问题 其实跟 汇丰买了英国那边的直供银行是一样的 有没有问政府拿过钱 去赔给那些存户? 没有的 根本就是不需要 他想了一条路子出来 是不需要用政府的钱 都可以让那些存户的存款受到保障 那就搞定了 那么 殉坤就说 以前存款保险 只是保有公卡的户口 外国户口是不保 现在呢 有没有改就不知道 可能中国人想不交利息税 就开外国人户口 你有6卡 开户口 我的理解就是 你有6卡开户口 他那个存款保险也是保的 我理解就是这样 但是会不会有些人不拿交税 保了一些钱 这个也有可能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 在这一件事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Fulton Financial 他买了Republic First 因为这个 不牵涉 那个存款保障 他已经是不牵涉存款保障了 这一部分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 那些钱会没有了 那些 这些说法呢 就是 有些荒谬的 其实是 那ECK就说 这些传言 就会 令到一些人恐慌 那如果大家都去 拔钱出来 就会擠提 直供银行就是这样 直供银行就是 擠提 对死了一家银行 其实他是 但是 不过之后呢 美国他想到一些想法出来 就是 那些传户也是不用输钱的 他们 这一件事情 你留意一下就知道了 真的 每一次公布 都是说那些传户 一元都不用输的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因为大家都要有个信心 对金融体系有个信心 而且实际上 他也不可以让别人拿不回钱 他通常都是迟几天就能拿回的 他安排到这样的 那时候有些人唱大陆银行 是拿不回钱 这些也是 我认为也是乱说的 在国内 其实你说银行是否会 放了钱在银行 你拿不回 除非有银行职员舞弊 那些东西 这不是没有的 这是有机会的 那 就是 但是 到最后还是能拿回钱的 那些人 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能拿回 因为如果没有币银行 其实也是要负责的 但是你最初还没查清的时候 你就拿不到钱的 其实就是 因为都要查清楚 你是不是跟那个 就是 银行职员勾结的 总之有很多其他东西 那么 Almond Ho 也多谢你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 没办法 现在人们是很喜欢 传一些不是很真的消息 说真的 如果你在美国 那些存户是拿不回钱 第二天就有人在 银行门口拉横額了 其实在 大陆也是一样 银行存户拿不到钱 他一定第一件事要做 就是在银行门口拉横額 你看看美国那些 Republic First 有没有人在他们门口拉横額 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些东西是隐瞒不了的 你不要以为 这些事情可以隐瞒的 我就告诉你 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隐瞒的 现在这个世界不是这样 国内也隐瞒不了 你说美国可以隐瞒 其实说真的 如果以资讯流通的程度 中国和美国不是差那么远的 美国的资讯流通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那些人一出来说 不是啊 他们可以隐瞒 怎样隐瞒呢 这些是隐瞒不了的 哈哈哈哈 Mark James就说 国内有小众为了流量 什么都跟风 说美国不好 他们好像就很开心 其实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都觉得 唱衰美国就行 实际上 唱衰美国不等于中国好 这是现实来的 美国也要认清一件事 就是唱衰中国就不代表美国好 在这件事情上就很公道 美国也有些人 就喜欢唱衰中国大陆 是有些人的 但是 你这样唱衰中国大陆 是不是代表中国大陆不好呢? 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唱衰倒的嘛 就是 就是 你看看 很搞笑的 就是 你看看这个世界 对中国大陆的抹黑 和指控非常多 但是你会不会经常看到 有些官员出来说 我们强烈反驳你的指控和抹黑 强烈反驳我们的反驳队出来 没有啊 因为 有些事情 留言是止于止者的 你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把一些准确的讯息说出来 你就不是跟别人互咬 这件事情是没有意思的 互咬其实可以博到流量 我也说过实情 互咬就不行 互咬就能博到少少流量 但是我也不喜欢做的 哈哈哈 这些事我都很废话做 那 CM James Ho 说 所以大陆的银行经理常常想我办定期 办定期就是不行 办定期是可以的 你用这个系统去办 很多时候都没有事 他最差的是 要你签文件那些 因为你不会看完文件的 那些人出谷话 就是你实体的人去签文件 就糟糕了 如果你在系统那里做定期 在国内的风险很小 真正的风险就是 那个经理跟你坐在那里谈 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因为他要你签这个 签那个 你不知道那些是什么 有时候是 因为你没有时间看的 我有个伴侯拿了东西 都是这样的 就是 根本上签了的东西 都不知道是什么 香港现在就会有纪录的 会录音的 譬如 买一些结构性产品 有很多东西要录音的 国内不是这样的 国内是文件的 银行或者某些单位出事 谁知道示威 甚至披麻大校 甚至用板车抬死人 去银行提款 在国内当然是有这样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有的 现在就 因为见过国内是这样的 有些人就 当然不知道美国是怎样的 那么他就 想着一样的 这一幅层面 但是 美国人 这些东西就奸很多 或者可以说奸很多 我们不要说奸 用正面一点的说法就聰明很多 他知道 那些人拿不到钱 在银行存了钱 拿不到 就会做到信心危机 那些小银行 会一起摸家人家产 那些小银行一起摸家人家产 那些小银行一起摸家人家产 那就是糟糕的了 所以他只能够有秩序 令到那些小银行倒闭 然后被大银行吃卖 其实美国的做法就是这样 这条路是一定会成功的 为什么这条路是一定会成功呢 因为那些小银行不是没有了资产 他是支不抵债的 有些小银行是 他是有资产的 还有 那些大银行他们有办法 处理了他们 就是那个 美国债券蝕钱的问题 美国国债蝕钱的问题 因为之前我也解释过 如果你没有做好对冲的东西 现在那些小银行就会摸 其实直供银行摸是因为他没有做好对冲 如果有做好对冲 他也不用摸 那这家Republic First 结果就是被Fulton Financial收购了 Fulton Financial 基本上就是 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那就没事了 其实就 也多谢Clara Fung和Merek Wong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 香港艺民就说 香港有班聪明学生哥 会信地下铁、运司车 这些是没有常识的人才会信 又有班聪明人 会信政府灭口某人 完全没有智慧 就是这么说 你要灭口的人 说真的 要灭口的人 可能呢 就是有头有面的 如果一个 没有人认识的人 你灭口有什么意思 根本没有意义 有些政府也会灭口的人 我认为 但是 很多时候 有阴谋论说会灭口的人 其实我也是不相信的 为什么我也是不相信呢 其实 有很多时候 说被人灭口的人 其实那些东西已经说出来 你去灭口的时候 基本上 作实了这些东西是真的 就是作实了他说的东西是真的 那有什么好处呢 灭口很多时候都没有好处 或者灭声 就是你把一些人 说的东西 不让他再说 那是没有意思的 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 Raymond Lee 说 资本主义定内就是大鱼吃小鱼 是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些没办法 是这样的 好了,休息一会 回来讲讲其他话题 对 对 好 人 明天 但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